把自己生活提高一点 之前的网贷都是低利息 然后当然 我也没有这么多钱 然后只能去借这社会上的了 没想过后果 因为借了就可以还 今年1月9号 傅某通过网络认识了社会放贷人员周某 并向其借贷现金及微信转账 共计3万元 双方写下借贷5万元 1月11号之前一次性还清的借条 但9号当晚 傅某就在周某的怂恿下 到酒吧消费了2万多元 而在短短两天时间里 傅某就在周某的逼迫下 共写下7万元的借条 傅某无钱可还 周某便派人24小时尾随傅某 又将其带至宾馆施加压力 到1月15号凌晨 傅某不堪压力 偷偷跑回岳阳密罗老家 可是还未回到家 就被追赶而来的周某带回长沙 继续扣留在宾馆 把我衣服都脱了 然后洗冷水澡 然后脚踢拳打 用电邦电 在周某的所债压力下 1月16号 傅某不得不打电话 向父母求救 并带上周某等5人 回密罗找父母还债 傅某父母随即向 规矣派出所报警 在个个爹着到爹地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就是以细行 非法拒警将5年 整个3个人 细行非法拒警 形式给予形式举料 主要的工作不是做接待 只是说在自己手里 有甚至就是说 比较闲置的金钱 才针对社会上面的白领 或者说是 知识好一点 年半18周 所以户籍信息到湖南的 才能 就是说一个死人接待 警方调查得知 嫌疑人周某经常通过 微信QQ等网络平台 接待给湖南省范围内的 白领或学生 其中父某就因为提供了 真实的家庭住址 和父母的工作情况 被周某判断为可以放贷的对象 实话实说 我知道他是学生 但是我这个不是说 什么消息人蛋 我这就是死人接待 只利息 是根据接条 我写在接条上面了 两分 你一定要说的话 我们这人只能算是吵了 更新不费 经法医鉴定 傅某在被拘禁过程中 出现了头部外伤 脑震荡伤 腹部闭合性外伤 以及全身多处软组织磋伤 目前周某等三人 因涉嫌非法拘禁 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民警提醒 实质年底 经济债务纠纷较多 广大市民不但要提高 自身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 自觉抵制高利贷 在面对经济纠纷时 也务必通过法律途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